过年期间 是不是胖了好几斤呢 其实你不用担心 胖的全不是脂肪 是你过年时间高油 高盐高辣的食物吃多了 咸盐吃多了 人水肿了 你的体重暂时长了很多 接下来记住以下几点 快速恢复起重 尤其是最后一点 对你特别重要 大家一定要按订阅点赞收藏 反复观看 第一份 要选择一份奶昔 作为你早餐的主食吃吃 很简单 就是一杯水 然后呢 我这个是以清蛋白奶昔 两勺已经有25克蛋白 然后呢就是 两勺 如果大豆粉 蛋白奶昔就是 两勺奶昔 一勺蛋白粉 这样子 然后呢 就拿筷子 搅一下 就这样子 拿筷子搅拌均匀 如果有搅拌机器 那你就用搅拌机器 搅拌均匀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这样子一餐有25克蛋白 这个 五股奶昔 两勺 有10克蛋白 大豆粉 你蛋白奶昔 一勺蛋白粉 7.5克蛋白 两勺奶昔 9克蛋白 这样子 很好吃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也可以用这个酸奶 去冲 去冲 也行 很好喝 然后呢就早上 包点克奶昔 11点 你可以选择一份 高甲的水果 比如说 梨蚝桃 橙子 稀油 含那个甲越高 消肿就特别快 体重亏负的也特别快 如果你肚子饿 你可以 等会还可以再来一个 煎鸡蛋 水煮蛋 也行 这样子就可以补充的蛋白质 奶昔也是补充蛋白质 花几多颗一杯奶昔 也行 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是有咖啡 那你再来一杯咖啡 咖啡当中 那个甲含量也特别高 消肿是相当快的 你咸盐吃多了 是吧 放后来一杯咖啡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 而且还特别的消肿 第一点早餐 一定要在早上八点钟之前 完成你的早餐 过年吃多了 很快就回来了 体重很快就回来了 过年吃多了 体重很快就回来了 第二点就是你的中午 大家中午回家 因为过年那个肉 吃的比较多 所以呢 你就少来点鸡肉 鱼肉就行 最好多选择一些 高甲的蔬菜 比如说金针菇 菠菜 来上这么两个全球 大小的菠菜金针菇 搅在一起 凉拌也行 少吃一点鸡肉 鱼肉就行 主食呢 可以选择一个高甲的 橱豆 给它蒸熟了 可以做一个土豆泥 有菠菜金针菇啊 鸡肉啊 土豆啊 这里的午餐就是特别的合适 有晚上回家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奶昔蛋白粉 如果你肚子饿 你还可以吃一点蔬菜 肉 比如说冬瓜 冬瓜也是高甲的食物 可以蒸着吃 可以蒸着吃 或者炒着吃都行 这样子你连着吃两千 你早上午上 中午晚上连着吃两千 两天你的体重就回来了 两天你长了五斤 那你的 基本上你的体重很快就回来了 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一天一定要喝够 最少都要喝够 两千毫升的白开水 如果你不喜欢喝白开水 你可以喝我们的卤会水啊 晚安卤会水啊 果汁粉啊 胶原蛋白也行哈 然后 然后照着是吃两千 你的体重很快就 你的体重很快就恢复了 大肠之后就是这么去补救的 千万不要清肠 节食 只能会让你 越碱越胖 关注我 按订阅 记得按订阅 我是一个要你吃瘦不饿瘦的 剪 剪子主播